斑驳的照片 年代久遠的小故事 蕴含著多年如一的認真 民國62年逝逢世界能源危機爆發 行政院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投資建設計畫 建立現代化水路交通運輸系統 開闢新能源 而台電公司則面臨解決日益俱增的 尖峰電力負載與離封剩餘電力的處理 民國70年於大觀廠旁 新建民國抽絮發電廠 位於日月潭的西南側 水里香名潭村境內 是台灣第一座抽絮發電廠 抽絮發電是利用上下兩座儲水池 深夜時間將下池的存水抽儲入上池 在中午或傍晚 再由上池放水發電 儲存於下池 如此循環利用 低價值電可轉變為高價值電 是非常有環保概念 與其他尖峰電廠發電的方式不同 提高大容量 火力及核能電廠的效率與經濟力意外 對於電力系統功率改善 及運用彈性的注意也是很大的 明湖抽絮發電廠於民國74年8月完工 是現在的大觀二廠 當時是遠東地區最大的地下發電廠 當遊客來到大觀二廠時 從外觀只能看到下池 大壩及壩底的電廠控制大樓 還有開闢廠等設施 卻看不到發電廠的廠房 它是整個抽絮水利發電計劃的心臟 設置在深邃的地底下 所以想一睹電廠工程的浩大 您非得深入隧道一探究竟不可 明湖抽絮工程以優越的品質達成任務後 原班人馬繼續興建明潭抽絮發電計劃 位於明湖抽絮工程的水里溪下游5公里處的車城村 仍然以日月潭水庫為上池 在水里溪車城村的上方建築下池壩 儲存發電後的淨水 利用上下池高差抽絮發電 工程自民國76年起到民國82年止 共7年多 耗資400億元 近3000工作人員 完工後定名為明湯發電廠 於明國84年6月運轉 是地下室最大的水利發電廠 明湯電廠利用日月潭水庫之間高低未能差達380公尺 產生發電量比明湖電廠大 它與明湖抽絮水利發電廠是目前台灣水利發電的樞紐 總發電量比核能一廠還多出一倍有餘 明湯電廠也是台灣最大的水利發電廠 抽絮發電機組裝置容量不僅在亞洲排名第一 在全世界也高居第四位 明湯及明湖兩大水庫距離約4公里 各有景彎台可供觀湖、觀山景 兩座湖岸廣直花木、群山圍繞、湖水碧綠 山明水修的美景讓人心曠神怡 有趣的是明湖與明湯抽絮日月潭水庫的水發電 使得日月潭成為一個有潮汐的內陸湖泊 頭131線通往漁池的公路上 如雨水位下降時被淹沒的三座橋便會浮上來 雪落橋出的景觀因而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觀賞 還有三庭映樂指的是明湯、明湖水庫所形成的湖泊 和日月潭相互揮映 形成別緻的崎嶇景觀 近年來台電公司積極回饋地方並對外開放 已成為當地熱門的觀光景點 下次您來日月潭時別忘了濁水溪發電廠的歷史尋憂之旅 台電用真誠寫歷史 讓台灣亮起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RE 字幕志愿者 elt